這邊題目,因為沒有指定說用哪一種迴圈 不過FOR迴圈、FY迴圈、度迴圈都做得出來 這個我想我們前面有做過 如果你有一點遺忘的話 可以再把它稍微做複習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109這一題剛好就是早上你們講的 首先的話,這邊最後要秀書類似像這樣的結果 也就是這邊會用到幾個 都是MAS 第一個就是說,它第一個這邊要什麼 要任意產生一個1到100的整數 也許是整數,要為半徑 所以這邊就會需要用到MAS點 Random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第二個什麼呢 將半徑以整數形態顯示計算直徑 所以第一個要計算直徑要秀出來 隨機產生的半徑為多少 計算後的直徑 整數 再來的話計算面積 面積需要π 所以π的部分我們在MAS裡面有 MAS點π對不對 然後在乘上 然後在乘上什麼呢 這個R就是半徑的 就是這個隨機產生的半徑 這邊是R的平方 所以平方會用到哪一個呢 有一個叫POW對不對 就是的那個方法 再來的話來計算體積 公式為4乘上π乘上R的 這個也是3次方 除以3 3在下面 這個3在上面 這個看起來很像2在下面 其實像是2的R的平方 這個是R的3次方除以3 這個看起來好像有點 很爛 這個可能它的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校對可能還在 因為位置好像放的一樣 所以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然後呢 將面積及體積結果怎樣 特別注意喔 45路到第一位 到小數的第一位 所以這個地方需要到小數 小數第一位 所以這地方的話 另外各位也可以稍微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如果 假設題目變一下 比如說改成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或者無條件近位等等 這邊要該怎麼做 那各位先思考一下 最後呢 計算 計算後的圓面積為多少 這邊把它秀出來 然後45路到小數點第一位 為多少 所以45路的話 這邊基本上 因為用Round的話 基本上是到 已經等於是Round之後 它等於是只有取到整數了 所以這裡不能用Round 所以有好幾種方法 你可以Print F 或者是Decimal Format 那這邊也是這樣 圓的面積 取到小數點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是跟早上 那個題目比較類似 OK 那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我做出來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 第一個隨機 隨機產生一個1到100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前面用過整數 所以前面 宣告一個A好了 那取得一個整數 那整數值 隨機取得84 那直徑的話呢 公式就是乘以2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乘以2 輸出 再來的話 第二個是 面積的部分 就是用Pow 這個 然後Pi乘上 這個Mass.Pow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是84的平方 所以會產生一個Double值 那這個值的話 再來就是體積 體積的話呢 就是4乘上Pi乘上Mass.Pow 然後這地方是3次方 除以3 那輸出的結果 會是有小數點 那計算後圓面積 面積部分 原來是這樣的 那我們把它小數點到第一位 我們有幾種方式呢 也可以用那個Dismal Format 或者用Print F 兩種方式 各位都可以試試看 我剛剛都講過 那我們這邊的話 Dismal Format 用0.0 取得小數點到第一位 那也是一樣Format 這邊 那另外自己再練習一下 就是無條件近位 比如說無條件 無條件近位就Sale 這個前面都用過 那圓面積也是一樣 我這邊用Print F 或者各位可以試試看Dismal Format 那這一題稍微 等於是有點複習Mass Mass Mass類別的部分 那其他我想沒有用到的 各位也可以再把它加進來 其他的方法看也可以多練習 這個是109 我把畫面先還點多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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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